狮王更替是狮群的必经之路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下 狮王的孩子也不可能取代老狮王的位置 这样自然也不会发生狮王孩子上位 与狮狮们近亲繁殖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说狮王的孩子不会取代父亲的位置呢? 狮王死后,狮群里的母狮又会是怎样的下场呢? 带着这几个疑问,我们一一地来说一下 宠物百科,一个喜欢动物的人必须关注的频道 欢迎订阅,留言,点赞 狮子通常群居生活,一个狮群约有8到30个成员 平均为17头 其中,往往包含连续的几代瓷狮 至少一头成年雄狮和一些成长中的狮幼崽 瓷狮构成了狮群的核心 它们极少离开出生地 狮群包含两头成年雄狮 但是肯定只有一头是领头的 成年雄狮往往并不和狮群待在一起 它们不得不在领地四周常年游走 保卫整个领地 一般,它们能够在狮群中做几个月到几年的头领 这要看它们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击败外来雄狮 每一个狮群的领地区域相当明确 在猎物充足的地方可以小到20平方千米 而在猎物稀疏的地狱中 它们也许不得不建立大到400-1500平方千米的领地 幼小的雄狮长足够强大 一般为五岁后将击败某个狮群的老国王 而成为新的统治者 多数词狮成熟后留在原来的狮群里 个别则被赶走然后加入别的狮群 狮群的成员们一般会分散成几个小群体来度过每一天 而当剧烈杀戮或者集体进餐时 它们将会集到一起 与其他猫科动物最不同的是 狮子属群居性动物 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猫科动物之一 非洲的其他猫科动物很难与之抗衡 狮群中的母狮基本是稳定的 它们一般自出生起直到死亡都待在同一个狮群 狮群也会接纳新来的母狮 但公狮常常是轮换的 它们在一个狮群通常只待两年 要么是被年轻力壮且更有魅力的雄性赶走 要么是自己离家出走 以寻找新恋情和家庭 还有刚成年的青少年雄狮 也会被狮群实施强制独立制赶走 这么一来 草原上就会多了一堆无家可归的雄狮 这里有涉事未深的青少年 有依然散发着魅力的壮年冒险家 还有被人打败赶走的老狮子 这些流浪汉有时独自行动 黯然生存 有时干脆组成男性互助小组 在其中的成员征服了另一个狮群前 他们就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好哥们 在草原上四处游荡 追踪迁徙的猎物群 据说还有些雄狮本师和魅力大道 能控制附近的其他狮群 能同时维持两个家 一个狮群通常由四至十二个 有亲缘关系的母狮 他们的孩子 以及一至两只雄狮组成 这几个雄狮往往也有亲属关系 例如兄弟 狮群的大小取决于 栖息地状况和猎物的多少 东非的狮群往往比较大 因为那里的食物充足 狮王死亡 为何不是他的孩子 接替他的位置 狮子是唯一一种群居的 大型猫科动物 不过与大多数群居动物不同的是 狮群主要是由母狮组成的 熊狮大都只有一头 这头熊狮就是我们常说的狮王 狮王表面上看似非常风光的 捕猎他十次平均只参与一次 剩下的都是母狮群去捕猎 而且还没有同性与其争夺配偶 坐拥后宫加厉三千人 但实际上 狮王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风光 首先 狮王参与捕猎 比较少是因为他需要留出更多的精力 用在巡视领地和抵御入侵者上 这样母狮们面对的是食草动物 而狮王面对的往往是强大的食肉动物 其次 狮王的交配权并不在自己手中 因为即使到了发情期 他也必须要争夺母狮的同意才可以 况且 他还要照顾到狮群中的所有成年母狮 不然就会遭到一顿爆锤 最关键的是 狮王并不能一劳永逸地待在狮群中 因为狮群有狮王更替的规则 通常 狮王更替会有两个情况 第一是狮王意外死亡 包含被杀死 疾病等等 第二是狮王被其他狮子赶走 这两个情况 无论是哪一种都没有狮王后代的份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 狮王意外死亡 如果狮王死亡 他的雄性后代还留在狮群中 那么这就代表着他的后代不满三岁 还未成年 因为在狮群中 雄性后代通常在两岁左右时 就会被赶出狮群 成为流浪雄狮 在这种情况下 未成年的狮王后代 显然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 即使勉强上位 很快也会被其他经过历练后的流浪雄狮挑战 从而被杀死或者是赶走 至于第二种狮王被赶走 他的雄性后代就更没戏了 因为赶走狮王的 是实力强于他们父亲的成年流浪雄狮 他们是没有实力挑战新狮王的 非但如此 新狮王上位后 如果老狮王的后代还未满一岁 会被新狮王杀死 如果超过一岁 会被赶走 原因是在又是一岁之前 成年母狮通常是没有发情期的 而这么做就能刺激母狮进入发情期 综上 无论是狮王是死掉 还是被赶走 下一任的狮王都轮不到他的后代 这是因为此时 还在狮群的狮王后代还未成年 战斗力比较弱 不具备独当一面的能力 狮王死亡后 母狮有什么下场 狮王死亡后 如果是被挑战者杀死的 那么挑战者马上就会成为新狮王 如果是意外死亡 那么很快也有自认为实力强劲的流浪雄狮来填空 不过 在填空时 有一个问题 流浪雄狮必须要得到母狮们的认可 不然母狮们会集体反抗 将其赶走 这是因为如果有挑战者 他打败了原狮王 这已经足够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而这种简陋的 由于没有证明自己 所以母狮们会通过他的体型 棕毛颜色 长度等来判断他是否适合当心的狮王 在狮王死亡 母狮们通常会有两个不同的下场 第一个很简单 接受一切 正所谓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狮王更替在母狮的一生中 至少能够看到三次以上 而这也是他们的生存法则 所以 大多数的母狮会选择接受一切 与新的狮王重新繁殖 组建一个大家庭 第二 母狮可能会离开狮群 母狮离开狮群是非常难生存的 因为他们习惯了集体狩猎 母狮们会相互的扶持 但是一旦离开 就成了流浪母狮 狮猎的风险也提高了很多 同时也给了猎狗群落单围攻的机会 那么是什么让母狮选择离开了狮群 去独自面对危险呢 答案很简单 后代 上面我们说过 新狮王上位后会杀掉上一任狮王的幼崽 而一直以来 科学家们都认为 母狮们会默认雄狮的杀幼行为 但是 经过观察 科学家们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在狮王更替后 有一些母狮 会选择带着自己的幼崽移开狮群 来避免被新狮王杀死 我们来举个例子 在2008年央视的《自然传奇》 播出了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纪录片 纪录片中的主角 就是一只因为狮王更替带着孩子 离开原族群的母狮 他们在流浪时 被眼镜蛇咬伤 之后 他的几只幼崽全部毒发身亡 而母狮也被咬伤 但是 他竟然在树下整整呆了七天 硬生生地把蛇毒带泄掉 最终之身返回了原族群 这只母狮的名字叫莫特苏米 狮群中有驱逐亚成年雄性后代的习性 所以只要狮王的后代还在狮群中 就证明 他的后代没有成年 也就没有在父亲死后接替位置的实力 所以 也就不会发生近期繁殖的情况 至于狮王死后 母狮的归宿有两个 留在狮群 重新反应后代和离开自己 自己补育后代 关于狮王更迭这件事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